好同样发生在高雄 人武区有民众的轿车上 被放上了纸条恐吓 原来是因为停车纠纷 一台轿车把车停在了私人土地上 被土地代管人贴了纸条提醒 但是呢车主不理会继续的停 直到有一次代管人没有地方停车 把车停在了这个轿车的前方 让轿车的车主不满 认为说他们故意挡住了出路 还放纸条说黑白两道他都很熟 让代管人看了非常害怕 一张小纸条夹在乡行车挡风玻璃 说要找车主输赢 还说黑白两道都很熟 最后放上地质恐吓意味十足 我就吓一跳 哇靠这黑白两道都可以 那我该怎么办这样 报警也不是啊 然后他就是偶尔会在这边乱停这样 原来是因为停车纠纷 林长把私人土地交给黄先生代管 一个月前突然出现一台BMW 在里面停了四五次 放纸条提醒 这是私人土地 但车主没在管继续停 当时BMW停在私人土地里面这个位置 地主开销回来 发现车子没地方停 停在BMW前面 车主觉得被挡住去路 放纸条恐吓 我们当然会怕 人会被怎样啊 或是他再来弄我们的车子啊 或是找我们打架啊 什么之类的 如果我去停人家 递当的是我不对 我就会先道歉 把车开出来 事发在高雄人物 实际来到纸条上留的地址 是一处宁静的社区 暗门铃车主人不在家 打电话也没接 不过附近邻居表示 偶尔会听到住家传来甩门的声音 可能成立恐吓罪 而堵住太安车辆 也可能成立强制罪 但是如果在私人土地上 行墓的地方张贴公告 则可能成立民事关系 而得免责 土地代管人黄先生 平常会来帮忙除草整理 车子停在这里 是经过地主同意 但BMW车主自己停进来 有错在先 还会放恐吓直条 让黄先生形神畏惧 就怕对方真的来找麻烦 记者成就客人号 高雄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